HELLO 歡迎來到我的頻道 我是City之王 今天呢想要開箱的是 巴藥狗茶對待原店 那在路上其實可以很明顯的看到他們家日系的大招牌 那整個色調呢是走一個黃綠色調 他們的素材是研發從古類賣草本 還用自然安心的原味食材 那今天我們就來開箱他們很有名的307系列的飲料 那我們就開始 他的黃綠招牌 叫做即上307 那在這邊要講一下他們家的話 主要系列有分茶飲、奶類還有一些果子 那會選這個是因為我很喜歡烏龍茶 那他推薦我他們的307是他們家獨特的茶味 那我這次選的是青香無糖去冰 那接下來我來試試看這款喝起來是怎麼樣 即上307 起來我可以前調可以感受到茶的一個色味 可是到中調跟後調的時候 其實它的味道很快就會消散了 但是你喝出茶的青色 我再喝第二口 算是清爽 類似油切茶的茶的程式很豐富 然後喝起來的話你如果真的很喜歡那種 剛泡出來的 這款應該是滿適合你的 茶味真的算是偏濃厚 對 然後我點的是無糖 我覺得如果運動完或者是吃完飯 想要有一點比水還要來個有味道的 是還不錯的 那它的價格是37塊錢 307嗎 我不知道有沒有關聯 OK 第二part再來是這款 電源機大推的熱賣商品 又香307 嗯 電源機說裡面是有添加葡萄柚子 但沒有葡萄柚的果粒 是用茶類跟果汁類去做比例的調和 如果說你是有點微螞蟻人的話 我覺得你點一分糖是很ok的 如果你是愛好果汁跟茶的mix in的話 我蠻推薦你試試看這個幼香Sandwich 它的茶味我覺得有帶一點麥香 它其實一分糖然後你不會覺得很有風擔感 但是它喝起來又是有一點想喝果汁又有一點想喝茶類 都有間距的道理一款飲料 而且它的茶味其實沒有被甜分跟果汁蓋過 所以喝起來是很雙重的享受 所以兩款其實有很大的不同 極香307茶非常的美 那這款幼香307呢 第一次場間是可以很清楚的感受到它的特別 好之後呢我們再開箱一些 我覺得近期遇到特別的禮物 再跟大家分享囉 掰掰